中国器官收割用来做移植 医学研究铁证指控 一项有大量证据的新研究指出 中国政府会从囚犯的身上偷器官 这项研究发表在医学期刊BMJ Open上 回顾了2000年1月到2017年4月 发表的445篇医学论文 收集的数据中有85,477例移植手术 器官和移植手术都是在医学研究中常见的词汇 不过要发表这样的论文 必须达到下列三个标准 手术的生物材料不能取自于被处决的囚犯 也必须得到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还必须取得捐赠者的同意 研究结果显示 有92.5%的论文 都没有透露使用者的器官 这不是来自于被处决的囚犯 更惊人的是 有99%的论文 没有写器官捐赠者 是不是同意捐赠 在这样的状态下 却有73%的论文 宣称已经取得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但是 这些器官到底从何而来 2010年之前发表的19篇论文记载 论文里的移植手术 使用的器官 是捐赠者 自愿捐赠的 但是中国在2010年之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大体器官捐赠规划 因此这项研究的作者们认为 没有写明来源的器官 可能是透过强制从贪腐囚犯 或良心犯身上 器官收割获得的 这项研究的作者提案 撤回不符合国际道德标准的论文 他们也呼吁器官移植团体聚集 为未来的论文指定新的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